当地时间22号深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抵达阿什哈巴德 开始对土库曼斯坦 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周永康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 他说中途是好朋友 好伙伴 两国建交20年来 中途友好合作关系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经贸 能源 安全 人文等领域合作不断扩大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密切沟通 相互支持 我期待这访问期间 与别尔德·穆罕梅多夫总统 亲切会见 亲身感受中途友好情意 共同拓展互利合作新领域 土库曼斯坦民主党 政治委员会第一书记巴巴耶夫 和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 肖星华等到机场迎接 此前 周永康圆满结束了 对阿富汗的正式友好访问 离开时 阿富汗政府高级官员 和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等 到机场送行 做做做做改变 感谢观看